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非常精彩 对共非常激烈的一个对局 这个对局来自于1998年 全国象棋团体赛上面 由丁传华对郑一红一个对局 红方走的是兵器禁役 走先任指路 何方选择逐器禁役 形成了对兵局 红方这个时候走炮二瓶商 走足底炮 何方就走炮八瓶五 红方继续冲兵 这个时候红方弃空头 让何方打过来 何方炮打过来之后 红方直接兵持过去 这里要打底下 这时候郑一红选择的是直接进炮 准备来走重炮 这里直接炮打相一将 打相一将肯定不能下试 下试之后打局又是带将 那么何方坐起来 降无禁一 降无禁一之后打局不带将 这里何方有杀棋 这个时候红方也可以选择平兵 来守住这一步 实战的时候 红方选择的是竞帅 走帅五禁一 帅五禁一之后 这里因为打到局 何方就省局 走局就近二 红方跳马出来 直接跳马出来踩炮 何方选择平炮一将 帅五平四 帅五平四之后 何方选择平局一将 红方只能电炮 在这个时候 任一红算得非常准 直接七局砍炮 做不进去 只能做掉局 做掉局之后 再省一个局 再走局一进了 平局一将要杀起 红方平兵 先挡一步 这里平局地拉住 如果红方这个时候 跳马出来看住兵 何方也可以跳马 这样把兵抓死了 以后马直接踩兵 踩开之后还要杀起 所以红方也没有选择跳马 红方选择的是特炮 这里吃兵一将 做不进去 只能电炮 何方再选择 平炮顶住马 吃炮一将 坐进去 再重炮一将 只能再走刷五平六 再平局 就是一个杀起 因为这里有一部磁炮将 偏过来之后再重炮 再偏过去 再平局 就是一个连杀 所以在这个底面上面 何方必须要采取措施 跳马出来 跳马出来 守住 黑局以后 不宁让黑局 走局六平四 黑局持炮一将 坐进来 坐进来之后 这个时候 何方选择 先走降五平四 先拉住 下一步 重炮一将 红色出不来 这里也过不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绝杀 这句棋十几个回合之后 可分就形成了一个绝杀 何方两个局都没有动 两个局一步都没有走 就被杀掉了 好 这个棋局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 谢谢